回来之后 世界大露营即将在韩国登场 金融市同军会理事长张渊祥 和女同军会理事长林立禅 特别受齐 出发前 特别为四位小队长配挂勋章 所有表扬和勉励同军伙伴 也期许同军团员们 能够勇于展现团结精神 将金融友爱城市让世界看见 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性的活动 我可以跟世界上的许多人一起同乐 可以认识外国文化 同时我也可以把金融的一些特色 还有一些文化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做世界的交流这样子 这是很难得 就是因为就是可以 就是代表金融市去参加这样 然后就是在那边会有很多人 所以也会认识各个国家的同军伙伴 为了这次世界大露营 金融市同军会特别设计独有的背包 代表队将在8月1号前往韩国 和全球160个国家 高达5万名同军伙伴一起交流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的团队 要前往韩国的新万金营地 来参加为期10天的大露营的活动 会跟160个国家 全世界5万个人一起集中在这个营地里面 相互的交流 把过去在同军所学习的技巧 以及所有的相关知识 运用在这次大露营身上 而且能够在大露营里面 跟160个国家互相交流 这是人生当中难得的机会 金融市同军会 在金融市政府的支持之下 我们把男同军女同军 共同在今天做一个授旗的典礼 身为同军会的理事长 我们这一次呢 在我们的团长的设计之下 特别做了与全国不同 当然跟全世界不同各自的背包 以及我们所有的备章 都是我们客制化 为金融所设计的 我们要跟金融市政府 也会带领一些金融市政府的 而且一些宣导品来宣导我们的城市 让他们带到全世界 这160个国家的大露营场合 为我们金融市成为我们的外交大使 成为我们同军的伙伴 带着市民满满的祝福 60位同军成员即将展开 为期10天的交流 希望从这次世界大露营活动中 茁壮成长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